为了节约这个流量 可能我把视频现在关一关 这样声音就会快一点 任老师好 任老师好 我等着各位开始 咱们还有几分钟 开始我就来讲我这一部分 任老师那个八点钟 这个七点半时候 我们这个中心一个发言您 开个场 我们开一个开个场 好的 刘主任已经上来了 是不是可以提前一点呢 马上开始 这个七点半马上开始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吧 开始吧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健康论坛公益讲座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盟业组织 成立至今 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寓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人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晚上公益活动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刘东大医生来为我们做健康论坛公益讲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请出我们充满正能量 满满的爱心的风格大姐 来为我们介绍今晚的演讲主题和主讲嘉宾 有请风格大姐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的开场演讲 我是健康论坛的主持人 也是我们健康论坛群的管理员 这个群长一时间还不太长 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一开始是风格健康聊 和大家聊聊健康 然后从我开始抛砖引玉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健康论坛这么一个直播节目 让我惊喜的是 我这个抛砖引玉呢 首先就是引来的一个抑郁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苏医生上次做了演讲 这次呢我们又请来了流动医生 这是一个确实是非常非常荣幸能请到流动医生的 我在我们在这个健康论坛这个群里面 我刚开始管理这个群的时候两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前 那么有朋友国内的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 推荐了一个视频 有好几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视频 就是流动医生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做的一个演讲 这个视频大家因为在国内影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然后呢我我看了以后也感到非常的震撼 那时候我因为我看到他是和睦家医院的 我说看起来很面熟 但是我一下子也没有太想起来 但是我就对他的这个健康理念 非常非常的认同 觉得就是说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非常的前卫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在当前这个健康大健康的这个改革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那个非常好的 号召力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视频 所以我当时呢 其实还不知道和流动医生有这个私信 我所以在我刚开始管理这个群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健康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就是每进来一批人新的群员 然后我就给把这个流动医生的健康那个视频 就给大家放一遍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健康论坛群里的 所有的这些同胞 对流动医生应该是已经是很熟悉了 那个但是我当时也没有 后来我有一次我在看微信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哟我和流动医生我们俩还有私信 其实这几年没有联系 后来我就我就试着想邀请流动医生 参加我们这个健康论坛群 请他来帮帮帮我 就说给大家传播一些健康的尝试 我我没想到流动医生很痛快的就接受了 接受以后进了这个群 然后呢我又试着想问问他 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次讲座 也出乎我的意料 流动医生也接受了 只不过是因为他确实特别忙特别忙 直到今天才挤出这么一点时间来 来我们这个健康小小的Zoom间里头 给我们做这次健康公益演讲 我觉得流动医生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他是一个大医生 首先刚才吕岩老师介绍了 为什么说大医生呢 他是在中国最有名的心血管医院 安真医院的心外科大夫主任医师 然后他又是和睦家医院 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合资吧 或者外资的这个国际型的高端医院 而且他在和睦家医院 他这个心血管外科呢 他是创始人 流动医生还是一个中年吧 年轻的特别有活力的这么一个医生 学术水平很高 更可贵的是呢 他不仅仅搞他的作为一个好医生 做好他的本质工作 他又是方方面面 就是说兼职了 做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尤其在健康的就是健康就是中国健康行动 这个国际尤其实际上国际的这种健康的 这个大改革的这个时代的起了一个非常非常 前辈的这个作用吧 国际上 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呢 也就说也对他 就是也产生了很就是很大的影响 要和他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就是健康管理方面合作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有幸能请到他 他还是对了 他还是我们健康中国这么一个智囊团的50位成员之一 全中国的50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这是最近刚被评选为的 所以他在中国的健康行动上 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 他可以抽出时间来 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祝母间 为我们全球的海外海内同胞 做这个健康演讲 公演演讲 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使我感到惊奇 非常荣幸的事情 那么刘东医生 现在因为他时间特别紧张 一会还要上班 所以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东医生 开始他的演讲 刘东医生 好的 谢谢任老师 那个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打开视频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我把视频关掉 我这边因为这个信号的原因 可能为了更通畅的跟大家来交流 我们就拿语音就合适就好了 谢谢任老师的介绍 也谢谢各位朋友 今天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交流 刚才任老师说了一些我的经历 我就不再赘述了 有一些的确是我做的成绩 但是有一些也的确是 这个大家给的一些荣誉 那么今天呢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心脏康复 我是一个心脏科医生 心脏外科 安真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 我在安真医院干了24年 在和睦家工作了4年 所以有幸跟任大夫一起呢 我们在和睦家共事过 所以彼此留有联系方式 对于心脏康复呢 今天我跟大家主要灌输的一个概念 它是叫持续性医疗 因为身体是大家的 我想大家今天我看有62个参会人员 来听这个 可能关心的都是 如何让自己的心脏不得疾病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目的 我在安真医院做出诊的时候 这20多年经常会遇到 有一些患者非常可惜 很年轻 而且呢 完全可以避免心脏病的发生 如果提前三到五年 他跟我们有这样的交流的话 所以今天呢 我把这些相关情况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了解 如何去做心脏的康复 保证自己的心脏 不发生心血管事件 好 我们直接直奔主题 这是我的介绍 不看了 这边这两张图呢 如果大家能看到我的鼠标的话 这是人工心脏 这是我在德克萨斯心研所工作两年 和安真医院主要做的工作 用机械的人工心脏来代替正常的心脏 这边呢 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是用四个手术臂 从内肩进入胸腔 做心血管手术 不用开胸 这两种技术呢 都比较先进 但是呢 都是在手术领域 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 大家看过我的视频 知道 一个完整的医学链条 前面要有预防 后面要有康复 中间是诊断治疗和手术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中间的一些技术 今天呢 我不给大家讲这些 大家可能希望尽量不要接触到这些 接受到人工心脏和达芬奇手术的时候 大家心脏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接触下面我要讲的 预防和康复领域的先进技术 这是预防和康复领域的先进技术 左上角这个图呢 是Scalar运动心肺康复系统 这是心脏的胶感神经 副胶感神经的测量和平衡仪 这是无床的血液检测仪 这还有体外脉冲电磁场的一些心血管 疾病的再生技术的 这个再生治疗技术的设备 这些设备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才能让我们来开始正规的和量化的 做心脏康复 今天我讲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做这个量化的心脏康复 逻辑关系清楚的 循政医学的研究 给大家一些参考 大家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 这是今天讲的主要的主题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心脏康复 逻辑关系清晰的循政医学 前面这四个每个用一个PPT 就把它讲完了 后边也是一个PPT 中间这个是今天我主要讲的 什么是逻辑关系清晰的循政医学 心脏康复 大家要知道 如果用冠心病来说 冠中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这个是大家得的比较多的一种心血管疾病 目前正呈上升趋势 这个病呢 应该有四种治疗方式 第一是药物治疗 如果狭窄程度超过75以上 有不稳定心脏痛 那么就不能药物治疗了 就需要用支架治疗 如果狭窄的位置或者数量超过三个 或者位置不理想 那么进入第三种治疗 就是外壳手术治疗 搭桥手术 支架和搭桥 是我在安镇医院做了时间 很长的一种手术 但是如果年龄大了 无法做搭桥手术 或者说疾病还比较轻 不需要做支架手术 这种情况应该有第四种方法 叫做心脏康复 前面我们叫预防性康复 手术以后的康复 我们叫术后康复 那么今天讲的心脏康复 就是这两个 前面的预防和后面的康复 好我们来看看心脏康复 这几个议题 心脏康复的现状和未来 心脏康复在2018年 腐外的中国心血管杂志上说 我们有2.9亿的心血管病患者 中国的人口才14亿 当然我不知道加拿大的数字 那么现在我们有将近3亿的患者 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数字是极其庞大的 在2014年有一个统计 让中国的心脏外科医生 据说当时主刀的心外科医生 只有692个 让这692个大夫 使劲地做手术 不要休息 也不用考虑风险和费用 现有的需要手术的患者 也要20到30年才能完成手术 所以这个心血管患者的量是巨大的 那么第二条 我们心血管疾病 手术和支架的机构还是有的 但是预防和康复机构是很少的 国家说需要2000家 那么到2019年 我们全国只有243家 还不到十分之一 即使2000家也是个基础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对心脏康复的认知啊 不是特别的清楚 甚至有58%的心血管医生 不知道心脏康复 如果医生是普外科医生 那么无可厚非 但他是心血管医生 心脏科医生 这样的医生有58%的医生 不知道什么叫心脏康复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心脏康复中心 专业性是不足的 评估率很高 在安政医院 我们一年做三万例手术 评估率非常的高 但是康复率极低 不到1% 这就是说明 我们心脏康复 没有实现持续性医疗 他无法处安政医院 无法进入患者的社区和家庭 这样的康复是不标准的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 尽量的多做一些心脏康复中心 好 这是他的定义和目标 定义我就不念了 大家自己可以看整个的视频 大家知道看红字就行了 它是一种新兴的临床医学 是在临床心血管病学基础上 加上运动医学和康复医学 发展出来的新兴临床医学 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 延长患者生命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单延长患者生命是不足的 还要改善生活质量 那么现代医学 已经从治疗残疾 转向了功能的恢复 意味着 即使你的冠心病 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我们不把它治愈 但是通过康复 能够让您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比非冠心病人群还要好 那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除了延长生命 还要改善生活质量 不能说只延长生命 然后让患者生活质量不好 只躺在床上 度过十年二十年 那是不对的 所以这就是心脏康复的定义和目标 好 心脏康复的激励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铺垫 这三个层次 就是心脏康复的激励 首先我们用的是 激发人体的自愈力 自愈力呢 这个德国生机杂志说 它是与生俱来的潜能 而且不会因年龄增大而消失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疾病 都能自愈 照这个字面理解 大家应该明白 八岁的孩子和八十岁的老人 他的自愈力都是有的 而且他是不会因着年龄增大而消失 但为什么八岁的孩子受伤 愈何比八十岁的老人要快呢 是因为我们八十岁老人的营养状态 和毒素的排出 比八岁的小孩要差很多 如果我们把八十岁的老人 把营养状态给他支持好 把毒素尽量的排出 那么他的愈合也会非常的快 这是第一个概念 自愈力 那么什么是自愈力呢 下面我们这位美国的学家 罗伯特贝克 他是诺贝尔奖的提名者 给出了这个答案 叫创伤电流理论 对于急性损伤 我们的大脑接收信号 启动再生修复功能 进行修复 但是冠心病呢 心血管疾病是个慢性损伤 它并不是急性的受外伤 使大脑产生修复 而是在三到五年的漫长的事件里 血管的内皮细胞 受到损伤 形成斑块 那么这种慢性损伤 引起的修复功能呢 就会 不如急性损伤那么快 所以 健康管理和心脏康复 就是要创造出一个 让机体 能够修复的 这么一种环境 刚才我说有一个设备 叫体外脉冲电子场 它可以模拟冠心病的 心脏病的这个受损的信号 通过这种方式 或者我们通过一些 减轻脏气复合和压力的形式 来让疾病进行自愈 启动它的创伤电流理论 基于上两个原因 所以这位博士 这是美国的 芝加哥的肿瘤医生 他又被美国称为肿瘤之父 他有一段英文翻译过来 中文是这么说的 有点复杂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 我们没有对疾病的治疗 产生转变性影响的原因是 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有力的药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这句话的意思说 医生说这个病我没治好 是因为我没有药 没有特别好的药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思考 医学的方法 换句话说 前面的预防和后面的功能康复 这可能是非常好的 医学的方法 不能只依靠药物 所以根据这个 他明确的指出 依靠药物来治疗 非传染性疾病 并不是前进的道路 这意思就是说 我拿药物来控制慢病 什么叫非传染性疾病 我们的三高和冠性病 都是非传染性疾病 它叫生活方式性相关疾病 传染性疾病是肺炎 我们用相应药制就可以了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这是生活方式 相关疾病 冠性病也是 依靠药物来治疗 这样的非传染性疾病 并不是前进的道路 这是美国的肿瘤之父 这位博士说的 所以这三句话都证明了 我们不要用药去治疗冠性病 起码我们要考虑到 前面的预防性抗复 和后面的术后抗复 去激发人体的治愈力 用它人体自己的能力 来进行恢复 我刚才说 我是做人工心脏手术的 人工心脏在美国2004到06年 我去工作的时候 卖130万美金一台手术 一台人工心脏的设备 用的是太空合金 和太空磁悬浮技术 那么我们把人工心脏打开 拿高倍显微镜 看人工心脏里边的内膜 它极其精细 是百亿级别的内膜 比玻璃要光滑很多 苍蝇在上面是站不住的 苍蝇可以在玻璃上站住 但是在我们人工心脏内膜 是站不住的 我们叫百亿级别 但是如果你把人的心血管 主动卖壁打开 你用高倍显微镜来看 人自身形成的主动卖壁 它比人工心脏那个还要精密十倍 是千亿级别的 所以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和再生的能力 它的自愈力是非常非常精细的 我们要使用它 我们不能不用这千亿级别的人体再生功能 而去用几块钱一片的药 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它康复的激励就是 如何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 慢性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 都是生活方式相关疾病 也就是说 不良的生活方式 通过慢性的积累 恶性的循环 逐步的三到五年到了治病的爆发点 最后爆发心血管疾病 如果这三到五年之内 我们能通过康复的手段 打断它 每年打断它两到四次恶性循环 启动人体的自愈力 那么它就不会积累到发病阶段 这个激励非常简单 也非常的清楚 关键的技术是 我们如何打断这些慢病的恶性的循环 和恶性的积累 如何创造一个环境 使脏气的复合减少 激发它的自愈能力 让它恢复自身的修 进行自身的修复 这是关键的技术 这样的技术呢 并不是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一个非医疗的一个人员 他就能够完全掌握的 他需要临床大量的时间 还有对心血管疾病 病生理的充分的认识 才能找到这样的方向 下面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 如何去找到这些方向 这个对大家都会有帮助 所以大家注意来听一听 这是持续性医疗的定义 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康复 要从医院进入社区 进入家庭 以患者为中心 这是医院 这是社区 这是家庭 把这三方面都照顾到了 才能够叫持续性医疗 不能出医院的心脏康复 都不能叫心脏康复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前面是一个背景介绍 今天我们来讲心脏康复 逻辑清晰的寻证医疏 我们只要把这三件事 讲清楚就好了 我用什么方法来做的评估 或者说诊断 然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干预 或者说治疗 最后我们的效果是什么 把这三件事说清楚 那么这里为什么 我没有用诊断治疗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 能够把冠心病的干预 再往前移 叫预防 我们西医用了200年的时间 降历的权威 讲的就是这三件事 比如说我拿肿瘤来举例 肿瘤 那么我们的评估方式 叫诊断方式也好 叫评估方式也好 是CT和核磁 得了肿瘤 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做CT 做核磁 甚至做活检 做完以后 如果是恶性的 那么它的干预方案 就是切除放化疗 如果是恶性肿瘤 没有人敢质疑说 肿瘤以后 我不去做CT和磁 恶性的 我不切除放化疗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把这两点 做完以后 把最后一点说清楚了 如果用CT和磁 诊断肿瘤 如果恶性的把它切除 然后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最后乳癌和前列腺癌 预后最好 90%到95%都存活 肺癌和淋巴癌 预后最差 3% 是存活 就因为他把用什么方法评估 用什么方法治疗 干预 最后预后是什么 这件事说清楚了 所以他建立了 寻证医学的权威 如果说不清楚 就会引起大量的质疑 在前一阵呢 有一个影星叫姚贝娜 姚贝娜事件就是 他得了肿瘤 OK 确诊了 那么他不切除 他只是去做了中医的治疗 最后他去世了 也许姚贝娜统治 在做完诊断 用西医的方法 切除方法疗以后 可能还会去世 但是西医说 90%到95存活 还有5%到10 是会去世的 那么这样的寻证医学呢 就不会引起 我们临床上大量的纠纷 但是因为他采用的 评估和干预手段 并不直接的形成逻辑关系 所以后来人对他的这个事件 就有很多的质疑 说为什么不要 乳癌什么存活率高的手术 为什么不做呢 为什么非要去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来干预呢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对于心脏康复来说 我们把逻辑关系搞清楚 同时完成寻证医学 这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重点 好我们来看看 系统评估 我们要评估 现在有15类风险因素 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 其中有无法控制 有难以控制和可以控制 那么我们看看 这15类风险因素是什么 这是15类风险因素 从1961年开始 美国有一个叫 冯明汉的老先生 他就提出了 有10种风险因素 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 从1961年到现在 60年过去了 随着世界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 我们从10种风险因素 加加减减 现在一共找到了15种 引起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其中年龄和基因 这两条 这是无法改变的 谁也没有本事说 穿越时空 我们会倒退20年 把年龄改变了 或者说我们把家族基因 和遗传时改变了 这个没有人能做到 世界卫生组织说 这两个因素占15% 好 大家我们来看看 气温和空气污染 这两个能改变吗 这两个是如何诱发 心血管疾病的呢 平均日气温 在18.7度 是对心脏 是最好的一个保护时间 我们做的临床研究发现 小于远离18.7度 和这个就比如说零度 还有超过18.7度越多 比如说30度 这两个方向 对于心脏病的发生 和事件都是要提升的 平均日气温在18.7度左右 这是心血管事件 发生最小的一个温度 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 那么我生活在北京 各位生活在加拿大 北京是一个空气污染 比较严重的城市 我们在天安门侧的 负氧离子只有27 那么负氧离子 在4000到4500以上 对于心肺 是有一个自愈功能的 所以空气污染 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 一个重要因素 这两个很难去改变 但是还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移民就好了 或者搬家 我从北京搬到昆明去 我最近都到昆明出差 因为昆明的平均取分是18.7 然后昆明的空气污染不严重 非常好 它是一个中国最后一个 生态多样化的一个地区 好 这两个可以控制 但是成本比较高 需要搬家 或者咱们移民 剩下的 这些都是可以控制 而且成本比较低的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这三个 我们可以用药物控制 剩下绿色的 我们用生活方式控制 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药物干预方式 和生活方式干预 药物方式干预和生活方式干预 相结合 来控制 这是一种 那么绿色的有 压力和情绪 体重超重 饮食不规律 缺乏运动 吸烟 睡眠障碍 广泛性疼痛 那批脂胞受损 这两个 可能大家不是学艺的 理解不了 我简单介绍一下 广泛性疼痛 指的是老年的这样的骨关节痛 或者长期的慢性的疼痛 这种广泛性疼痛 会使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度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会使心血管 这个内皮细胞 或者心血管的中层 这个强烈的收缩 时间长了 会导致心血管吸病 这是广泛性疼痛 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激励 所以如果老年人有腰痛 或者颈颜痛 或者各种慢性疼痛 我嫌疑还是及时的去治疗 否则局部的肩颈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长期疼痛 会引起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导致心血管疾病 内皮细胞受损 内皮细胞受损 是在斑块出现之前 出现的一个功能 一个情况 内皮细胞受损 是可以用医生测量的 内皮细胞有两个功能 屏障功能和分泌功能 它分泌液氧化氮 液氧化氮是末梢血管疏章 减轻心脏的后负荷 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修复的环境 我刚才说了 创造出一个让心脏自愈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老让它加重复合工作 那一个马 托上这个很重的货物 你在后边再使劲 拿鞭子抽了 让它上坡 这种情况下 这个马呀 这代理调表心脏 它是不能休息的 它也无法进行自愈 你只有把粮食给它卸下去 不拿鞭子抽的 还能后边推着它 让它上坡 或者让它走到病地上去 这样它才能够处在一个休息状态 它才能够有自愈力 才能恢复过来 内皮细胞受损就是这个激励 如果它的一氧化氮功能 分泌功能受损 那么就无法让末梢进行一定的舒张 就无法减轻心脏的后复核 不能给它卸压 这就是15种风险因素 这里边有用问诊来评估的 有用量化表格来评估的 有用量化设备来评估的 比如内皮膏受损 这都是设备来测量的 那么这三种方式 我们来把找到15种风险因素 大家虽然没有我们的这些设备 也没有表格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看 如果你们发现15种风险因素里边 你们有4种以上 那请你们要注意 可能你们要进入风险的管理 这就是我下面说的 先找到有没有你的 其中你涉及到的这样的风险因素 然后我们来看 系统评估完了 我们根据系统评估如何制定干预方案 刚才我说了 有药物方式干预 有生活方式干预 根据你的风险的比例 我们有4级的分级 比例与全重 好 大家看 1级风险 如果小于15分之4的 比如说你只有年龄和家族史 叫基因 你没有 咱们看这张图 你只有年龄和家族史 你生活的地方分度很好 没有空气污染 你没有三高 你没有压力这些问题 好 你15分之2 那基本上你就不用去担心 新学管发生几率很高 我们叫一级风险 这样的一些患者呢 我们只要推送教育文章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在 15分之4到15分之7之间 你就是二级风险 这时候最好以这个进行干预 假设说你有年龄和基因的问题 你生活的气温不太好 或者有空气污染 你还有高血压 你还缺乏运动 OK 这是十五分之六 这时候你就需要进行二级干预 这二级风险 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 那么15分之7到15分之10 在15风险因素里 你占到了7到10个 你有8个都有了 比如说你有广泛性疼痛 有睡眠障碍 你还抽烟 然后你不运动 然后压力比较大 那这个压力不只是工作压力 还有家庭压力 子女压力等等等等 有这些因素 15分之8了 那好 他们就开始进行三级风险 二级和三级风险 都是新党康复领域 生活方式干预 药物方式干预 OK 那么如果15分之10以上 15个风险因素里 你都占了几个了 那么你是四级风险 你可能近期就会有新型化事情 那么在这里呢 这里还有一个叫独立风险因素的权重加成 每一种风险因素都是有比例的 1961年的冯明翰老先生 就已经给出了一个评估的一个公式 比如说你年龄在35到45你得2分 45到55你得4分 55以上到65你得6分 75以上得8分 好 最后所有的这些得分加一块 超过多少分以上 你是几次级风险 当然那是1961年 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 生活方式改变 原来10个风险因素里 是没有睡眠障碍的 现在有了 而且睡眠障碍是独立风险因素 什么叫独立风险因素呢 就是跟年龄性别无关的 这叫独立风险因素 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或者很少受其他因素影响 所以大家看 这15种风险因素里 这个发着红光的 这是独立风险因素 其中高血压 吸烟 睡眠障碍 内皮细胞受损 14个独立风险因素 那么如果你在 你的15个风险因素里 占6到7个 同时包括了独立风险因素 那你的风险就要升级了 看 这里有独立风险因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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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 今天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讲了 这是我们医生的事 我们查完以后呢 我们根据你的四级风险 我们来制定 干预方案 是药物方式干预 还是生活方式干预 分级如果到4级 我们是不是要及时转诊 有比例和权重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转诊到医院 去做冠状动脉造影 甚至需要做支架 OK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叫指导性与服务性 这两种干预方案 我们管它叫父亲式和母亲式的 指导性是父亲式的 意思就是说 15种风险因素里 你的四个独立风险因素存在 吸烟对你很重要 那么从父亲 从指导性的来说 父亲要给权威的指导 说你必须解烟 但是有一些叫服务性的 我们叫母亲式的干预方案 母亲式所谓的母亲式就是说 孩子们要什么 我们母亲就给什么 比较溺爱 那么如果同时你有 这个广泛性疼痛和吸烟 那么作为父亲式来说 我认为你应该先解烟 因为它是独立风险因素 45以下 男性每天吸20支 连续5年以上 以后的性供风险在90%以上 所以我们认为它很重要 OK 那咱们来解烟 但是这个人他有疼痛 他认为我的肩板疼 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做父亲式的指导 同时也要关注到患者的预见和需求 这是为了让患者更好的跟我们配合 那么从母亲式的方案来说 这个我也满足你 或者说体重超重 我可以先干预这个 也可以 吸烟和体重超重 父亲式的先选它 母亲式的我们要考虑它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说 我可以把吸烟和体重超重同时进行管理 OK 这就是父亲式和母亲式的两种方案 干预方案 我们最后看看预后效果 说清楚了用什么方法评估 也说清楚了用什么方法盘预 最后要说的就是 它的预后怎么样 42到53是我们在北京 做的4800人的临床实验 45%到54的死亡率下降 这是国外的一些文献 同时医疗费用还下降47% 今天时间有限 大家看 我不仔细说了 这是45% 这是54% 非常重要 这一点我要说一下 第三个 美国的一个60万例的 患性病人的一个康复研究发现 康复的患者比非康复患者 减少21到34% 这个数据没有45好 但是后边很重要 不论康复次数多少 均可获益 高康复次数 25次以上的降低30次 低康复次数的降低21 换句话说 你只要开始康复 哪怕你只有两次三次 你仍然是有效果的 不是说我一定完成一组 三个月25次干预 我才能降低 才能起到康复效果 所以呢 大家不要纠结说 我不能系统的去康复 而是要正规的康复 哪怕只有两次三次 甚至一次它都会使你的发病率 降低21% 这个是我今天要强调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 如何用评估15种风险因素 如何去干预它 大家记住一定是药物加生活方式干预 不能只用药啊 只用药的副作用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说育后效果啊 这里我说一下 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 运动可以使降止药的有效率提升27% 营养可以使降糖药的有效率提升57% 心理减压可以使降压药的有效率提升31% 所以呢 不要单靠药物 要配合运动营养和心理减压 这样可以使你的药物的有效率提升 但也意味着你可以把药物的种类和剂量减压来 也就意味着你的药物副作用会减低 好吗 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 但是将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专门讲一下什么叫运动处方 什么叫营养处方 什么叫心理减压处方 要上升到处方啊 这个群里也有医生 任大夫也有医生 有机会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处方必须有几个要素 比如说药物处方一定要有药名 第一个剂量多少毫克 第二个第三个 口服还是静脉给药 第四个TID还是BID 一天几次 像这就叫药物处方 那么运动处方也一样 你必须说清楚运动方式是什么 是有氧还是力量 还是柔热还是平衡 是踏车还是游泳方式 频率是什么 一周几次 强度是什么 每次多长时间 还有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OK 这才叫运动处方 所以运动处方啊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营养处方和心理处方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 我们给您六个字 管住嘴迈开腿 就是运动处方了 那个不是 所以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更能理解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不讲这一块了 但是大家明白 评估完了15种风险因素 选去好的 适合你的药物方式和生活方式干预 最后能使你的吸血管的发病率下降42到53 死亡率下降45到54 好吧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 一定是足迹清晰的寻证医学 就再多说一句吧 比如说我们内皮细胞受损 我查出来了 是内皮细胞受损 我有设备查 但是说怎么办呢 我吃贝塔勒克 这个完全不对 这个你的检查和你的干预手段完全不对 内皮细胞受损 要用运动康复 鼻息口呼 鼻痘里有一样化氮 内皮细胞的一样化氮分泌功能丧失了 或者损失了 我们通过鼻息 把鼻痘中的一样化氮吸入血液 口呼尽量的排出残余的气体 增加肺活量和吸入的这个气体的流量 这样来弥补内皮细胞一样化氮受损 通过其他方式增加血液内的一样化氮 然后是墨烧书章减轻左心30%左右的后复合 这才是 这才是我今天要讲的 评估跟干预方式 跟育后效果形成逻辑关系的 军政医学 这才叫心脏康复 如果我告诉你 你那皮细胞受损了 你有斑块了 然后你去吃贝塔勒克吧 或者去吃降止药 他们还说降止药有稳定斑块功能 这都不对 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什么是逻辑关系清楚 你的干预方式和你的检查的结果 是要对应的 最后拿军政医学结果来证明是正确的 就行了 大家找到这种方式 心脏康复就实现了 当然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件事 好 今天主要内容讲完了 那么后面我还要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你要心脏康复 我刚才说了半天都是专业指导 我们还需要后勤保障 我们要资金 要交通 要拿出你的时间来 跟你的时间冲突 要调整 我们还要社会支持系统 你的配偶 你的其他的重要人士 要支持你 同时要完成自我准备 这四条 是心脏康复的四个关键因素 不能只有专业指导 好吗 你们要完成自我准备 要准备好 身体是你们自己的 你们要花时间 花精力 甚至花心钱 去帮他完善 去把他保护好 你的社会支持系统 配偶和朋友要支持你 你还要把这些都调整好 你才能完成心脏康复 否则我只给你专业指导 那你是无法完成的 风险把控 我今天就不讲了 这个跟大家是个医生讲的 如何设计 支持心脏康复的变革 尤其是健康理念的发展 前面都是支持心脏康复的变革 包括养老 包括健身计划 但是我们健康理念的发展最重要 把心脏康复的有效干预模式引入其他慢病 把这五个病也都康复了 因为这些慢病有同样的治病核心 看看 第一天 告诉你啊 不合理饮食 这些病都是这样 就是我说长期积累 导致疾病 那么我们把心脏病和这五个病 都给它打断它的恶性循环 激发人体的自愈能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阻断慢病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我们鼎泰的康复中心的介绍 我就不讲了 任老师 任医生 下面我是不是也给大家留出 已经过了 那个疑问的时间 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老同事 感谢流动医生的这次非常精彩的演讲 当然这只是一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是一个概括性的 也可以说是理念性的 这么一个 大家一个 整个这么一个picture 那么很多详细的 就是怎么干预 怎么样运动方式 这以后还有很多的 细的精彩的东西 还在里面 也许以后 流动医生 还会抽空给我们来 做一些 某些 某些方面 做一些详细的 我们盼望着这么一天 反正我 我看了 我听了以后 真的确实 就是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对这种 康复 原来我以为 你讲的康复 心脏康复 就是怎么做完手术以后 你怎么进行康复的 实际上 就是在做手术以前 和做手术以后 在发生心脏病以前的 康复 也在 包括在里面 就是这么一个 全面的东西 觉得这里面有 很清晰的 这个理念和概念 那我先提一个意见 可能我估计 现在没有 写出来的问题 我估计大家都在 专心致志的 有一个问题 那我先问一句 然后你 大家再想一想问题 这个时间挺有限的 我想问刘东医生一下 您说到这个 心脏病患病 就是说 就是说 对心脏来讲 不发病的 最好的气温 是18.7 是最好的 18.7度 日平均气温 日平均气温 对 那么 海拔呢 海拔有没有 什么关系 海拔的 一千五 一千五左右 是我们希望 在这个海拔 做一些心脏 康复功 一千五呢 那昆明是多少呢 昆明比较比较高吧 一千八 它是在康复中 要给患者的心机 要耐低痒环境 这样的康复效率 是平原的两到三倍 高原的耐低痒环境 这样的康复是 有效率比较高 那就去低痒的地方 心脏或者是 待一段时间 你的心脏的耐力 就会增加 再加上康复 对 在那个环境下 要有针对性的 康复训练 否则的话 反而会对心脏 有一些复合 因为它是个低痒环境 你要在那个环境下 如何起到耐低痒 让心机起到耐低痒状态 我看到有很多问题 在这个文字这里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我就快速的 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您看这问题说吧 好 母亲式的干预方案 这个就是要 第一个问题 说母亲式的干预方案 就是患者 有什么主要的痛苦 虽然在医生看起来 并不是风险最大的 但是为了让患者 最更好的配合我们 我们是需要 给他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认为吸烟很重要 但是患者有疼痛 那我要解决疼痛的问题 然后如何获得 您所讲的康复指导 我想在海外 加拿大我不太了解 在美国呢 有一些心脏医院 我在德克萨斯基研所 就是生路科医院 就有心脏康复科 我想你们的那里的 三级的医院 不叫三级 线医院以上吧 应该有心脏康复的指导 尤其有的社区也会有 下面这个问题呢 是药物干预 是最后的方法 一些营养素呢 比如说高质量的鱼油 心脏康复 有三个营养素是可以吃的 第一是蜂蜂浆 第二是卵磷脂 第三是鱼油 这三个都是有很多文献来支持的 对于心脏管康复是有好处的 所以鱼油是可以的 最好你如果在加拿大的话 加拿大的海豹油比鱼油要好很多 你们试试去调调海豹油 对 那是鱼油效果的3.4倍还是几倍 我忘了 有有有 这几年好像不太风行了 你们可以尝试鱼油 或者海豹油 卵磷脂 包括这个蜂蜂浆 这三个都可以 当然腐蜜Q是属于药物了 那也可以 下面说二间半 三间半轻度关门不全 动性心缓 每分钟五十次 这个可以有氧运动 这个没有问题 二间半和三间半轻度关门不全 对于 我不知道他年龄多大 如果是五十岁以上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每分钟五十次的动性心率 这个也没问题 可以有氧运动 这个答案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 是术前的预防 因为我觉得 大家可能做手术的别人不多 专门有一节术后康复 那个要分级的 就是说轻度 中度和高危患者 轻微中微高危患者 一些判断 判断完了以后 我们指定如何做营养的 运动营养的一些方案 那个是术后康复 如果有做完指甲和大小手术的患者 我回头给大家讲这节课 刚才这个答案是说 二间半三间半轻度关门不全 这个可以运动吗 每分钟五十次可以 频率是多少 一周最少是 一周应该三到五次 也别七次 每次的强度应该是三十到四十五分钟 至于你做什么又样运动 又样运动有四种 走路 踏车 游泳 舞蹈 你自己跳 跳你喜欢的 非常 支架术后必须服用药物康复吗 答案是支架术后最少要服用一年的玻璃围 剩下的我建议你用运动和营养 甚至药食通源 我们终于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比如三七啊 比如一些抗磷血的一些食材啊 都可以吃 最好别长期服用玻璃围 好吗 因为这个长期服用玻璃围支架倒是不窄了 但是很多病人都死于脑出血 阿斯维林和玻璃围这种长期的抗磷药物 这种抗磷药物最好不要长期永久服用 你可以换一换或者说停一停 比如说服防单身 就是跟阿斯维林可以交替使用的 下面这个问题是 搭桥加上二间半修复一起做的手术常见吗 一起做对手术危险怎么评估 这是我的老本行 这不是心脏康复 但是我可以回答 搭桥加二间半修复 这个搭桥加换半手术不常见 一起做手术风险 增加70%到80% 它单纯大小和单纯换半的风险 肯定是要高的 这种手术肯定是要高的 所以怎样评估呢 一个是它两个手术在一起 手术时间要延长 那么就看患者的年龄 和他已经脏期耐受手术的情况 具体评估我就比较复杂了 要用长生心动 肝神功能 还有对麻醉的时间 还有心脏评调时间 评估很复杂 但是它肯定是比单纯的大小 或者换半手术风险要高的 气温多少度18.7 平均日气温18.7 不是老18.7 平均日气温18.7 后面如何获得心脏康复的具体指导 这个问题是我刚才说了 咱们找一找吧 加拿大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县医院 或者社区医院能够做心脏康复的 心梗发生在救护车来之前 十个脚趾手指放血疗法 这个真的不是 如果心梗发生了 放血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方法 但是并不是正确的 非常好的方法 如果你学了心脏的急救 我们叫BLS或者ACLS 你可以在家中 给老人做心梗 这心梗不是心脏转停 心梗尽量不要让患者平卧 让他坐位 因为你一旦平卧 下日的血回到心脏 会加重心脏负担 这跟休克的治疗方法完全反过来 休克是要平卧 把下日排高 心梗是要坐位 不要让他平卧 然后进行一些西洋和安静 正确的做法是让他安静下来 人体安静下来 休息 心肌的耗氧量就会下降 放血疗法的激励是说 让血液流到体外 也是减少心脏回流 所以我说针对手指放血的疗法 脚趾手指放血疗法 是你让他坐位就好了 让他下着血 减少回到心脏 减净心脏负荷 比起口呼 怎么做的 这个有机会 我来教大家运动厨房吧 好吗 走路也有六种方法 下次我跟大家 鼻息口呼很简单 用鼻腔吸气 就可以双吸一呼 吸吸呼 吸到末端的时候 再用短暂的吸气 冲开被阻塞的肺泡 这样叫鼻息 口呼是拿口尽量的把气吐出去 减少肺部的刺香 但是你别老这样 老这样你过做次数太多了 你就该那个呼吟性减中毒了 我们医生都知道 所以你要做几次 要怎么配合运动 这就是运动厨房 要要教大家的 有机会我再教大家 或者如果你们加拿大有心脏康复中心 这些他们应该明白 二阶半三阶半关闭不全 动性心率 还有三分钟 我尽快 动性心率过缓 这几个问题需要干预吗 安真医院挂哪个科室 二阶半三阶半轻度关闭不全 如果他年龄55岁以上 我觉得可以不干预 到中度我们再试药 轻度咱们就观察 做康复就可以 刚才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安真医院 心内科心外科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到手术干预 你应该用康复来干预 下面还有Q10Q10有保健一作用 它是那个心肌酶 是心肌的能量和营养 可以是 学海豹油最好 心脏组织 BAR 可以用不开循环 可以 现在主动外办 已经可以用内科方式来置换了 二阶半在国外还可以 在中国不行 还不太成熟 主动外办可以 走路踏车舞蹈的一样 运动心率达到多少有效 这个要用Scalar运动康复系统 要评工 每个人不一样 达到你最大心率的70%左右 就差不多了 你网上有公式 大家可以找 怎么算最大心率 70%到80%的最大心率 就可以了 这个真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 可以提供心脏康复指导 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应该有吧 如果没有 将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远程指导 这个我一个人还真是没有时间 我们尽量 睡眠障碍可以用呼吸器辅助干预 可以增压呼吸器是可以辅助干预的 内皮细胞受损可以加 VC液酸 可以 这个都是促使这个细胞 这个这个叫 血果内皮细胞愈合的 维生素 液酸 符合维生素B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膳食指导说的非常清楚 这些维生素和补充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是不能替代食物的 好吗 尽量从食物中涉取 包括叶酸 包括VC 符合维生素B 我相信加拿大都会有食物提供这些东西 如果能从食物中涉取 尽量不要说吃太多的VC 因为VC食过量还会有VC中毒的 好吗 抬衣卷可以 抬衣卷有三招专门的西藏病 猫部 云首 战装 好吧 大家可以练一练 打呼噜是顺便障碍吗 是 比中国天驱 或者比中国肥厚 Q10有两种选择哪种 都可以啊 两种都可以 只要是Q10就行 好吧 好 我回答完了 任老师 我现在还有一种 非常感谢 这么的 太效率高了 我们大家 能不能放开 来声音 我们用掌声欢送 我们从北京来的健康 开始 对我们这做的这次 健康讲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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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觉得我们还有希望 这个 非常感谢 希望能经常来 非常感谢 经常来 要从他打回到晚 因为柳东医生 实在是太忙了 太忙了 其实这里面 全世界的都有 除了我们加拿大的人 具多 有美国的 澳洲的 英国的 我知道的人里面 还有我们祖国来的 所以 所以 刚才 刘东医生 已经说了 说有机会 还会来给我们做一些 具体的一些指导 大家 对他都 非常感谢 再次表示感谢 非常表示感谢 刘东医生 感谢 刘东医生 也希望您也注意点自己的睡眠 我觉得您的睡眠 肯定是不够的 好了 很努力 我觉得您在为大家的健康做贡献 但是您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尽量 尽量 谢谢 再见 好好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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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东医生 大家先请留一下 留一下部 还有一个事情 想和大家预报一下 下一次的 咱们下一次的 那个 讲座的 嘉宾和内容 请金刚老师 把那个 那个 刚做好的海报 放上来看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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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给他放 稍等一下 大家 稍微等一下 我预告一下 下次的 高东路 要瞧上 今天你 没陪我睡 我自己 没睡到 每天你睡 多少能睡点 已经传上了 大家 大家注意一下 听我说一下 这是我们下周一的讲座 这位 这位也是一位大咖 我们说的大咖 他是一位 肿瘤专家和营养学家 是 哈佛大学 他现在在美国 是美国 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助理教授 那个 孙有平教授 是个非常 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教授 我也听过他很多讲座了 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爱心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在前一两天 我也有幸的 请到他 来我们这个 Zoom 健康论坛 给大家做一次 关于这个中风的预防 这和心血管病也是相关的 正好和刘东医生的这个 也 也接上了 所以欢迎大家 关注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 好 那个 我不知道 现在孙教授在不在场 好 那行 那今天 谢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是加拿大的国庆节 不是国庆节 劳动节 祝大家节日快乐 祝海外的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们 健康快乐 再见 谢谢任医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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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劳动节快了 任医生 太棒了 劳动节快 任医生 真的非常感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看最后我们达到70多个人了 非常 大家对这个非常关注 非常感谢任医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任医生 任医生非常了不起 请了很多大咖来这里 主要是他们 这些大咖还都是非常的哈宝的 非常的 就是说 很好相处的这些人 他们非常有爱心 他们能接受我的邀请来这儿做讲座 真的也是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 实际上 谢谢 我没有想到我这点砖能引来这么好的欲 这么快就引来 以后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几位 几位专家已经排着队在那儿 我们做的事 或者在那儿做过去的事 需要开始 所以我们希望